大家好,我是韓友社的职员,我姓章 今天邀请到钟sir和翁sir 帮我们讲经济科的卷一和卷二 稍后会由钟sir讲卷一,然后由翁sir讲卷二 各自大约四十五分钟左右 今天真是没有Q&A的时间,因为时间紧闭 我们在四点之前就会完结 如果钟sir准备的话,也可以随时开始 好的,谢谢,大家好,我是钟sir 欢迎大家先来到Econ的中次讲座 我会讲AMS的部分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想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有趣的 fact 就是,其实FanamS卷第一句 statement 其实不是说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不是叫你选一个正确答案 其实它选一个best answer 叫你选一个最佳的答案 那么近期比较方阶的说法就是 大家要多放一些精神去long credit 因为占分比较多 我想提一提大家,其实Econ的cut off 是比较高的 所以大家在准备的时候 也要留意 收时间去准备MC 那么这方面也留意到 大家可能放的时间 在宏观Macro的部分比较多 因为可能觉得比较难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其实 无论Macro和Micro 每一题的占分 都是一样 都是每一分一题的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留意 Micro微观的部分 还有呢,其实在 过往一些比较低命中率的题目上面 比如20几%的题目 大家其实都是在 微观那里失手的 OK? 而且它占的percentage 接整份MC卷是有一半 所以大家不要顾此失皮 那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也抽取大家 在近十年DXC里面 表现得比较不好的题目 比如我们的百分比 有Grow up的题目 问及到我们QTM 货币数量理论 税项的题目 以及我们这个真是重灾区 比如这个题目跟你讲 它是一个trade balance 或是平衡的状态 再加fiscal 财政的平衡 以及存在一个output gap 比如我们的inflationary output gap deflationary output gap 通胀或者通缩缺口 再加上大家可能 忽略了的income gap 收入差距的题目 大家都表现得比较吃力的 那当然不少得我们 混合了ASAD model 里面的policy 分别是我们的fiscal 和monetary 当然我们也要留意 就是不同的perspective 例如我们可以用 擴張性 expansionary 以及contrational 紧缩性 OK 那我们事不宜迟 先和大家 看看我们关于 百分比的题目 那我抽了几条pass paper 希望和大家做一个review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时间 在准备的时候 留意一下 2022 DSE 是会如何考虑大家 首先第一个想和大家去讲 就是 percentage 和我们实际数字 是永远是考试上面的阴带 的地方 例如举个例子 在这个题目上面说 我们看到 primary 初级这个位置 看到大家 在10年都是0.4% 14年都是0.4% 代不代表 从事我们初级产业的工人 的人数为此不变呢? 大家要留意 这个base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可能在我们 2010年做事的人 是有1000人的时候 就是有4个人 但是你不给14年 突然间很多人进入 review force OK? 而他做的产业 虽然也在维持0.4% 但是当1万人的0.4% 已经是40人了 OK? 所以这个位置上面 大家要记住 个base 乘回相同percentage 其实实际数字 也是不同的 好了 另外一方面 在MC上面 他很喜欢在option上面 就是给一个 就是关于uncertain的 的items 比如说 题目上面 是没有任何关于GDP的资料的 但是在我们的资讯上面 可能见到 三级的数字 真的上升了 但是大家要留意 就是在option上面 他说的是 to 我们的GDP 是对我们本地生产总值 只要这个位置上面 你是没有任何资讯的话 你就不能够conclude 得出 它上升的结论 除非好像我们optionD那样 就是去写明 in terms of employment OK? 对于我们的资议员 这样 我们就真的可以得出 它是减低了 所以大家在操令的时候 以及去到应效那天 大家特别留意 百分比和实际数字 以及in terms of 这些perspective 大家要注意了 好了 另一方面 刚才说过 关于Graph的题目 也希望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注意的地方 这里混合percentage 以及我们的图表 大家要记住 如果你的title 是percentage的话 只要它一天不跌穿零 OK? 我重复一次 只要一天没跌穿零 就算你经过一条线 是向下斜 都不代表它是下降 falling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在DSC的阶段 应该都是一个青春期 OK? 青春期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青春期大家标高 都标得很快 但是 作为老师的我 都是青春期 但是我是青春期的末期 我也有增高 只不过我上升的percentage 少了而已 举个例 一踏入青春期 我的高度上升了10% 去到第二天 去到第二年 上升了3% 百分比小了 代不代表我是矮了 不代表我的身高 倒下了 所以这个情况 大家要记住 只要你的百分比 一直维持在这个正数 一天没跌穿零 它也是在上升的 换言之呢 在这幅图上面 你的本地生产总值 评减指数的转变 都是一个正增长 也就是反映你的物价指数 price level 是上升的 OK? 下面的options 我想 大家如果看得穿 是这幅图所表达的水平 是上升的时候 应该也难到大家 OK? 好了 我们时间关系了 我们看看 接下来的题目 这个就是qtm 科比量理论 这个位置 我想到这个阶段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mv等于py OK? 在这个层面上 大家要留意就是因果关系 永远的因 就是原因 就是说我们的mine supply 货币供应上升 导致我们的py有所改变 OK?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要留意这件事情 而且大家要记住 在我们的qtm 是有分classical 古典学派 OK? 在这个题目上 如果这个题目上 你只看到qtm empie step 货币量理论 意味着 你没有classical 古典这个字 你不能够 assume 它是一个 长期lone的状态 也就是说 你的y也有机会上升 OK?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明白? OK? 因果关系 以及它是否在古典的状态 也就是 我们长期的状态 好了 那么 我们继续看下去了 好了 关于税的题型 也想跟大家去高估一下 税项上面 taxation 其实它考得比较多 其实就是 我们可能分别 改变税制 一些免税的改变 去跟大家去分析 但是有时候一些简单些的 正是问你 李先生 需要支付什么税项 给香港政府 OK? which type of tax does admittedly need to pay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就问你一个持份者 他需要交什么税给香港政府呢? 其实表现也不是那么好的 OK? 那么 在这个题目上面 我觉得 在出题方向上面 其实它有一些 是redundant的字眼 比如它说 which makes you profit OK? 赞取大家的利润 其实大家 这些字眼 其实真的不是很影响到你 去判断这个答案 最主要 其实这个题目的是 它只是一个shareholder 股东而已 那么记住了 我们的利得税 profit tax 并不是我们的股东去交的 是公司去交的 记住了 有限公司是一个legal entity OK? 那么简单来说 如果你去思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legal entity OK? 法人身份 就是说法律上是一个人 所以其实 为什么你们会去 学习的时候 这些公司的税率会高一点呢? 那你就想 其实这个世界多了个人 多了一间公司 在法律上 我们reguard他个人 所以税率就会高一点 所以大家 在温水的情况下 其实也可以用多些想象力 去帮助大家 去将 所有的concept 去融会贯通 OK? 那么Stam utility 印花税 其实基本上 关于你的资产交易 OK? assets的trade 其实都需要去缴交 OK? 物业税 property tax 在这个位置 很多同学都以为 我买了房子 有物业 自住的都要交 记住 property tax 物业税 是一个income tax 是一个入息税 反而你要赚取收入 才要交的税 好了 在这个层面来说 大家要注意就是说 所谓的赚取收入 也就是说我将一个物业租了出去 给别人 去收取一个租金收入 才要交的 OK? 在2022年这一诗 可能它将这个题目更加 是将它复杂化 譬如说 它是需要交哪一类的直接税 direct tax 给香港政府 所以这个层面上 你就要做多一个filter OK? 那常见 其实就有两类 第一类呢 你就要分解 它是一个direct 直接 或是indirect 间接税 好了 第二点大家要注意就是 究竟它是属于类进 类退 还是比例税 progressive proportional regressive OK? 所以大家在注意税上 大家也要多下一些苦工 OK? 好了 那我们看看这一条 比较复杂的题目 OK? 这个题目它出现的状态 就是我们的invasional gap 通胀 产出差距 那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当这个经济是过热的 做到超销表 OK? 我们的Y是大个YF 另一方面 就是cosco service 财政的盈余 在这个情况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的test revenue 大过我们government expenditures OK? 我们政府的税收 OK? 是大过我们的政府支出的 那这个题目上面 难道的地方 就是最后一只字 最后一堆字 at the same time 同时 也就是说 你要考虑了两边 第一件事 你要考虑的就是 将 invasional free gap 通胀的差距 都缩下 在这里 简单来说 也就是将你的Y減少 OK? 所以大家 准备M4的时候 其实你要感觉到 譬如 我现在要缩下我们的通胀差距 你第一样想 就是Y要减少 OK? Y要减少 正路来说 Y要怎样减少 就是将AD 减少 OK? SRX减少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你做题目之前 其实你腦里面 入市场之前 你已经想好所有的logic fold OK? 第二件事 你要 attain balance 第一件事 达到财政的收支平衡 达到财政的收支平衡 在这个层面来说 也就是说 T要等于G 在这个层面上面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你可以如何? 现在你库房水浸 很多钱 要么就如何? 你增加你的支出 要么就如何? 减少你的收益 是吧? 好了 记不记得刚才我们 去到第一部分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你的MC卷 不是choose the caransis 不是选出最正确的答案 而是选出best 最佳答案 所以特别在ASA的模特上 大家可能是困难 其实可能有两个possible answers 是吧? 但是你记得 MC只有一个best answers 当年的答案是A 为什么我抽这条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关乎到配额 quoters OK? 记得如果减少配额的话 你的数量是减少的 在微观micro上面 譬如我们说 将quoters减少的话 其实你的数量是进一步减少的 OK? 你也要留意 如果你考quoters的时候 比较多同学 出事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deadway loss 效率损失 OK? 大家要懂得画 OK? 或者在图上要懂得辨辨 因为在MC上面 虽然它不能够叫你去画一个出来 但可能它也要叫你 将area去辨识 究竟A,B,C,D 是面积A,B,C,D 还是面积C,D,F OK? 就是这样 好了 这里 简单来说 不准许多入境旅客 所以记得你的出口 export是减少 那些tourist 大家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tourist的expanagers 旅客的支出 都是属于一个service的支出 服务的支出 大家要留意了 看到tourist 但你要留意到时候你的主角 究竟是export 还是export 究竟是你去别人的国家玩 还是 人家的国家去你的国家玩 所以export和import 其实都是一个所谓的服务 OK? 好了 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看到 boiled raising income tax rate 提高息税率 记得 我们在这里来说 应该在这层面来说 我们判断 现在我们提高入息税率 就是有机会去将我们的税收增加 大家留意 有机会导致这个抑制作用 disincentive effect OK? 好了 其他那些呢 应该都难到大家了 唯一我想跟大家留意 你要两边都要去考虑 以及本身要留意 我们的通胀差距 OK? 我们的industry gap 应该如何去处理 OK? 好了 继续 那么这个题目呢 就是一个sphere的inflation 严重的通胀 以及杀不贵 这里是一样的而已 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两件事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将price level 要压低它 另一方面 也要将income gap收窄 好了 刚才我说过 income gap 你同学会觉得很头痛 记得income gap 反而呢 是写建的 是我们的invasionary gap de-vasionary gap 可能就容易去想 income gap 其实我振大家的感囊 其实呢 如果我们徵收一些是 lump sum tax OK? 一些定额税款 其实很大机会 是会导致我们的income gap 是会扩大了 OK? 扩阔了 那为什么呢? 比如这个例子 大家都要交一个定额10元的税项 OK? 4 10元对我来说 其实我会真而重之 但是你对于一些非常有钱的人 譬如我们的李嘉诚先生 其实他10元来说 跌了可能都会扎 但是可能会给100元人扎 我想表达的是 就是 大家都是收10元 但是这10元对于我的收入百分比来说 一定是比李嘉诚多很多% 如果收定额税的时候 由于对窮人来说 是比较大的负担 所以其实呢 income gap会扩阔了 OK? 好了 我们先看一看这条例子 这条题目 它说增加处理污水的环境税 OK? 扩充这个家属的序域 OK? 虽然这条题目来说 环境税 它没有说明 是一个什么形式 嵌心也好 还是产生也好 但是如果你想想 其实多数环境税容易征收的时候 可能每一公升的水 用一个水的单位去计算的时候 其实大家和李嘉诚 我大家都都有一公升的污水 的话 其实收入这个税项的时候 一定是佔我的室比比较大一些 好了 有些同学可能会讨论 他没有说一定是regressive 累退的 其实很简单 刚才我说过 你在做MCA的时候 就永远用一个choose the best answer 去计算 其实已经可以了 你就已经是 篩走了A2 options OK? 好了 正确的答案是BOY OK? 这里呢 他就说提高薪风税 Static tax 以及 progressivity 累进程度 那么累进程度 比如说 一开始那些 tax ban 分别就是交2、7、12% 那就变成了3、9、15 OK? 在这里来说 是会令到有钱人 是更加 worth of OK? 其实我们可以极端地想的 其实一些 香港是一些 non-tax payer 非纳税人 是吧? 从来都不需要交税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收入偏低 OK? 所以这个情况下 其实很大机会 如果你看到increase progressivity 累进程度的话 提高了 就帮助了收入差距 那么物价水平来说 如何降低呢? 刚才我也说过 其实呢 在我们入市场之前 你要想定了 为什么价格上升呢? 其实就是因为AD减少 OK? AD减少 或者是SRS增加 OK? 但是呢 近几年的Passivus 你会看到 其实用AD角度去想 其实已经帮助了你 去西施答案 总需求 OK? 好了 所以当时的答案就是boil 好了 不如说说Doc这个位置 personal allowance 就是高人免税額 记住了 本身免税額呢 对于一个普通的市民来说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越高的免税額呢 我们就交越少的税 OK? 因为扣走了 剩下的那些叫做Taxful income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 如果它Doc这个位置 是reduce personal allowance的话 其实是一件伤心的事情 OK?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要交多点税 交点税 对于你的可支配收入 Disposable income 就会减少 所以你的consumption 消费减少 导致总需求下降 价格水平下降 OK?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这个位置 就应该收集不到收入差距了 因为其实 如果用香港做例子 最高收入的人 其实他不在意 面税額 因为那个是标准税額 所以这里如果 如果减低国人的税額呢 理论上 我们会相对来说 是对于低收入人士 所以那班人是Rossof 所以这个位置 应该收集不到我们收入的差距 OK? 那么这条题目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些 OK? 那么留意Task的Nature OK? 还有呢 Progressivity 类传程度 这些keywords 特别在DLQ的时候 其实大家 都可以运用MC上面 一些因果关系 例如这条题目 例如假设DLQ你去准备的时候 虽然我知道 就是能够做的Password 不是很多 三年而已 但其实MC 在这里讲一讲 也是一个好的Source 去准备你的Long Crack 所以MC好 我程度上 都是相无相成 对于你的Long Crack 有一定的进步 OK? 所以呢 大家做完MC 虽然我知道 有些部分同学 是记得实际答案的 OK? 特别是如果是 你做过很多次的 是不是? 一记得要提题目就是BOY了 但是不要浪败了它 你自己再推论一下 每一个选择是怎么样 对于你在 你运用MC卷就可以极大化 一份MC卷就得益 明白? OK? 运用一下MC上面的推论 为什么它适合 为什么它错 哪个位置 阻止了 导致你不选拒做一个答案 OK? 好了 在这里 题目上面 在ASA模式 比较难的地方就是 短期就短期 缩1就缩1 但是一考到 比如这题目 弄到Long 1 大家就开始看机 In the long run 是吧? 好了 不如跟大家讲 MC 大家我想都听过了 是用一个删除法 是吧? 用删除法去想 不如我们想 比较容易删走 就是Long 1 长期的产生水平 那这个呢 如何去挤走呢? 第一要记住 在我们的资源来说 基本上就是几件事而已 就是我们的Quality of resources 我们的资源的质数 第二 就是我们Quality 资源的数量 在增加的时候 Long 1 你的Long 1才会增加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Long 1 AS 是会上升的时候 这个位置才会增加 所以那些普通的Policy 或者一些简单的政策 长期地说 都未必是会有所改变的 OK? 最后就是Technology 我们科技的水平 OK? 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还有在这里考的 其实就是 短期和长期的一些 的 调节 比如这题目 他说是一签多行 被一周一行所取代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应该是难离了 对不对? 难离了香港 所以其实我们的服务出口 应该减少了 AD是减少 Y是减少的 在这个位置 如果AD减少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调节 到一个Long 1的情况的时候 理论上你的SRS 就会上升 导致Y增加 所以最终的时候 你的Price Level 才会下跌 OK? 如果大家 画一幅图出来 其实也做到一个答案 OK? 所以大家去想 Long 1的时候 就可以 简称三个英文字母 QQT Quality Quality 和Technology OK? 资源的数量 资源的质素 和科技水平的提升 OK? 当然了 在做M4的时候 特别留意一些动词 比如这个题目 它是说下跌的 OK? 下跌 那么 reduce 英文 所以大家一定要圈起你的字眼 这份MC卷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是不需要交给你的监考员 所以你画到添加笼图也可以 除了你挑选你的正确答案 就是最重要 OK? 好 去到比较近期的题型 就是关于我们2021的DSE 你看到这条题目上有幅图 它就跟你说 这个economy 其实不是平时我们见惯见熟 比较旧的Pacific 久远些 可能就是economy x 经济 x 这里有一个description 它是euro importing countries OK? 原油进口国 就是说它需要依赖别人的国家给原油它 所以如果多了一些前置的时候 大家就要注意 是会影响你的答案的 OK? 原先它就说 原先的均衡点 就是我们的e这个位 即是long one的状态 但最后它说 新的均衡点 记住均衡点是可以改变的 改变到c这个位 好了 刚才我说过 考试 ASAD model 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有机会 我们的收音去long one的调节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考 market adjustment mechanism 市场调节机制 或者 它用market force 市场力量 这种字 也可以的 OK? 当然了 大家就搜索了整个流程 但是MC来说 都要小心一点 你想想 如果我们要去到c这个位 最后要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只能够AD增加 接着SRS再加上来 才会导致价格水平高了 OK? 所以其实如果这里要找一个可能原因 其实就是简单来说 你找一个AD增加的位置 OK? 总需要增加的位置 这里当时的答案就是safe less 记住了 储蓄和消费是敌人 当你的consumption增加的时候 意味着你的储蓄也减少 但是反过来 当你储蓄减少的时候 意味着你的消费就会增加 明白? 我刚才说过 这一条 我们要看AD增加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留意哪一样东西 会最令到AD增加 明白? OK? 好了 我刚才说过 这条题多了一个前置 记不记得? 它不是这样说 这个叫做X经济 Economy X OK? 它是说 Oil importing 是要靠其他国家入口油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第一个选择 increasing oil price 油价上升 简单来说 如果我的生意需要入口油的时候 我们的cost or production 生育成本就增加了 所以选择A SRS是下降的 短期总影下降 也就是说你的SRS线向左移 这种情况来说 就会导致这个位置 好了 SRS如果真的向左移 记住 Market force 市场力量 一定是用SRS线来去调节 你想想 如果SRS移动在这里的时候 SRS移动回来 其实Long-12的Levium是没有任何改变 正所谓本来没有一物何处夜层内 又怎么会去到C? 是吧 所以大家做Password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要预计 Future Paper的出提方向 所以如果2022年C 跟你说 它短期去到C 最后回到E 很大机会 你要建一个SRS下降的时候 明白 大家也要留意 可能2022年5月3日那一份 可能也考到Market force 里面的内容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即是Future Market 我们要数字长一些的字眼 Cure AmC 都会问你究竟是 Infistable Gap 它现在是Excess Demand 还是Excess Supply 就是供应 还是需要需求 不要圈错 OK? 好了 去到这里 OK 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课题 最后一段跟大家去分析的MC 因为时间关系 OK 好了 刚才我说过 我们会在ASA的模式上面 就是考上你的Policy OK? 那就算了 它是Expansionary 政府的支出 或者利用税行 Taxation 去达置一些目的 OK? 但是这个题目 有时大家要注意 它的销点 并不是这么简单 它出现了这个字眼 叫做Obset 抵消 抵消就是如何呢? 譬如我们说这个情况 对于总算出的影响 本身是AD上升的话 换言之 你就要AD下降 OK? 如果output来说 要Y升 你Offset它 就是Y要跌了 OK? 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 要留意它有没有一些动词 大家需要一定要圈低它 譬如Offset抵消 OK? 那么 在这里来说 我就想当这个 电子钱包日漸普及 在MC来说 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些事实 如果我们的Electronic Wallet Became more popular 其实也正中现在的趋势 现在的trend 因为我们现在的消费券 OK? 其实就不同 我们很旧时派6000元现金 其实呢 它是摆入你的电子钱包 譬如百达通 Termin Go 这些 OK? 其实这里除了你可以考 Offset的Effect 我们的output 查出之外 其实也有软到我们的Double Secureations OK? 全部创造 那么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很难展示一条的Double Secureations 存款创造 如何去计算一些 什么的supply 什么的noons 帝款的数字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Electronic Wallet 在广泛使用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减少提款的次数 OK? 减少提款次数 导致银行的reserve增加 不然之呢 它的excess reserve 超级储备 那个机会就会增加了 OK? 所以其实会导致我们的supply增加 也会令到我们的利率下降 利率下降 利率下降 刺激投资 其实总需求也会增加 accurate demand增加 OK?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些新闻 如何投入MC去考核 好了 interbank rate 窮业拆息下降 这里interbank rate和拆息 简单说就是银行和银行之间 借钱的利率 OK? 所以如果利率下降的时候 换言之你的cost of borrowing 借贷成本就会下降 借多一些 可以做多一些生意投资 investment增加 AD增加 OK? 明白嗎? 好了 这位置答案当时是A的 OK? Help more cash OK? 以这个情况来说 刚才我说过 如果你有more cash 的话 在这里来说 你可以考虑 利率会上升 从而减少投资 所以AD是减少 Y就会下降 OK? Y下降 当然是答案 因为本身expansory Y就会增加 Offset 就会还原它 OK? 那么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OK? 希望短短 40分钟的时间 可以帮到大家 准备你的MC卷 在这里呢 在5月3号 考虑出一个不错的成绩 OK? 多谢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好 听不听到 声音画面有没有问题 画面应该没得 可不可以设计我做主持 我那个iPad iPad那个 iPad那个名字 是 看看 应该是叫做 Karl Yung Sir 也是 你可以帮我找一找 等下 好 试一下行不行 好 先看看 先 应该OK了 先看一看 看不看得到? 各位同学仔 看到了 我比较羊春的母 Siris 那么厉害 有个PowerPoint 就感谢学友社 邀请我帮同学仔 分享一下 我知道明天就考英文了 相信 现在在这里的同学仔 都很紧张的 放松心情 那其实你现在这一刻呢 就再 拼命去塞一些东西 就都没什么用了 反而应该就要去 重温你以前曾经错过的东西 那同样道理 我们今天呢 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econ paper tool 里面一些要留意的东西 好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那今天呢 这些东西呢 就期望同学仔 其实都应该是要认识的 不应该会说 咦我们学到很多新东西 原因就是 其实你今天 应该是帮你做一个review 那还有一个小小的reminder 给大家 好了 那第一样东西呢 就写吧 那就是2022年呢 我们的份卷呢 就和些passage 有些不同的 那是40加60分的 那其实 由2019年开始呢 你就会发现 是44加60的 那其实 如果你又真是仔细看过 以前那几份卷 你会做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Session A呢 其实有些题目呢 分数比较长 比较多些的 例如举个例子 International trade 国际贸易 我们的credit creation 我们的存款创造 但是呢 当你会发现呢 你去看19 20 21的时候呢 我们以前一些常见的topic 又或者一些以前比较分数 占得比较多些的topic 其实就越来越少了 原因是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现在被这44分搬住了 那小小提醒同学仔 那我们Session A这44分呢 大概会有7至8条的题目的 那你其实算平均 每一条题目 最多都只是4至5分的而已 那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我们以前一些很常见的 可能是International trade 一次过就出7分的了 那但是上年就能出3分而已 那令到很多同学仔呢 在那个时候呢 就会很失望 为什麽突然 只是我们以前计算的 那个gain 那个得益呢 就没有了啦 那另外呢 我们的Session B 那你会看到很恐怖的 Session B呢 60分里面呢 其实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由我们的三条题目 那当然连连流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那但是一般来说呢 就会有一条 Michael 微观 一条 Michael 好啦 雲观 Around 就大概出十几分 那每条就十几分 那加上呢 就会有Around 就三十分左右的 那再加多一条呢 就是我们的Data Response Question 那这里呢 稍后我们会给点点提示 那我们说呢 其实这个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题目来说呢 两年没出了 那今年会不会我们第一条一开始又会见到呢 那如果见到的时候 通常会有什麽的提形呢 那就比较小心得大家啦 第一 就会问你是否必然不变啦 会不会necessarily remain unchanged呢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full cost的comparison 完全成本的比较啦 那正常来说呢 这两个提形呢 就会相对比较难一些的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啦 我们不能逐条逐条帮大家去分析的 那很容易就跟大家去解说啦 其实什麽叫必然不变 necessary remain unchanged呢 其实我们只有两个答案而已 一个就是yes 一个就是no 那何为yes呢 其实就是oc真的不变 通常呢 就是我们的value 我们的价值 有所改变的而已 就是说我们只是说 我们现在选择了那个option的价值改变 我们就叫做什麽呢 就叫做我们的yes 那no呢通常就是另外两个的 要么就是oc会上升啦 下降啦 又或者不能确定啦 那这一只提形呢 其实大家由中价开始做就做到现在的啦 那我们其实就最常见是什麽呢 我们就说我们选择了第一样东西 或者选择了第二样东西啦 那我们的oc呢 如果选择第一样东西的时候 那oc就应该是第二个选项啦 如果我们选择第二样东西的oc 应该是第一个选项啦 那其实通常就会考什麽呢 就是第三个选项的value改变 就啦 如果第三个value改变 升得多于第二个或者第一个的时候 那oc就会改变啦 那其实通常呢 我们考都会考这一只的 那不过同学留意啦 有机会的今年呢 就会很衰格的考什麽呢 就如果我们选择了第二项 或者选择了第三项 那其实我们的oc呢 是第一个选项的 同学写的时候要小心点 我们很喜欢写什麽呢 我们的牺牲了是第一个选项 那其实是错的 我们现在是记住什麽呢 definition叫做highest value 其实我们在讲的一定要讲个value改变 如果你们没有讲过价值的话呢 那其实有机会呢 就被人扣了少许分数的啦 好了 另外第二样东西呢 就到full cost了 那full cost呢 同学就不知为什麽 通常课得有点麻烦的 那为什麽呢 通常就叫你比较的话呢 我们有几样东西要写过 第一样东西 先回答他的money cost先啦 第二 他的no money cost是怎麽呢 第三 我们就要compare他的cost 那通常我们举个例子 那用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现在譬如放了服务折价 放了服务折价呢 我们现在就时间成本会少些些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服务折价呢 可能去旅行的金钱会高些 那但为什麽那些人是多了人呢 是我们在放假的时候呢 就会去即服务折价的时候呢 就去旅行呢 那就发觉原来我们会发现 在money cost increase的部分 其实对比no money cost下跌的部分来说 我们仍然呢 是会发现no money cost跌的部分 是多些的 所以that's why呢 我们现在就会选择去那个 服务折价去旅行 那同学要写三个东西的 你们不可以永远只写什麽呢 ok money cost 什麽高过什麽 no money cost 同学有些很奇怪的 不知永远回答非金钱成本 no money cost 就只是回答了非金钱成本而已 你是不会回答什么呢 ok 回答时间成本time cost 又或者有些同学只答了time cost 就没有回答到个terms 叫做no money cost 那这些如果答得不足够 那都是会失去一些分数的 而另外最后呢 就要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什麽呢 就是一个部分的升 和另一个部分的跌呢 那就会在比较底下 我们就会选择做这一件事了 那今年呢 这个呢 就比较很多年没出了 那同学希望呢 是要留意一下 那这个就关于机会成本的题目了 好 那接着呢 这个叫A B呢 那接着呢 B呢 一些很直接的题目了 例如啦 我们的firm ok 例如我们的bonds和share 那中文同学呢 就叫做厂商 那股票和债券 那同学如果做这类型的题目 又或者了 做我们的factors of production 那生产要素 那叫做 那这些类型的题目呢 同学应该很熟悉的了 很清楚的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们写到下去的时候呢 long question 你们永远都是做漏了一件事的 那第一 这个定义背得不清不错了 ok 例如最经典的定义有什么呢 关于我们的entrepreneur ok 我们的企业家职能 那永远都只是答了两句而已 答了一只字而已 就是bare risk bare business risk ok bare什么的business risk 那承担什么的业务风险呢 那其实可不可以写得清楚一点点呢 又或者了 有些同学仔 你答了股票债券的时候 你没有做comparison ok 没有做比较 那你只说了 哦 现在股票的回报 这样 那较高 那叫做 上有个交字 但是呢 题目如果叫你做解释 做explain的时候 你又没有说什么情境下较高 又说没有答到呢 其实不一定是较高的 只是可能较高而已 其实你们这些呢 叫做答得不清不错 那进去考试呢 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呢 有机会是会给 ok marker会扣你少许分数的 另外厂商也是 那么firm很喜欢叫你比较的 比如举个例子 对了 limited liability 另一个是没有 那你通常答什么呢 哦 现在limited company 就有limited liability 呼唆 你这样答呢 其实你就会发现 这些叫做容易的题目 你最后呢 就失去了分数的了 记住 做到我们的micro 微观的题目呢 麻烦大家一定要 第一 懂得去比较 第二 你的定义 我写清楚一点 第一 你要有比较 第二 你的解释呢 就麻烦你清楚一点 你真的正在回应 第三 你就记住要回应题目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关键来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很多同学呢 就不喜欢回应题目的 你只是把marking ok 我们同学很喜欢背marking 很喜欢问 sir 其实你要记得 每一年的marking 是对应那一年的题目的 而已 某一年的题目 接受那个marking 就不等于另一年的题目 是接受那个marking 所以呢 其实我们不一定 有叫做万用的论点 那必先要看回 那一年的题目上面 他有没有些信息 又或者有没有一些 情景发生了 那你就要用回那个情景 ok 去回应回题目 才可以 make sure到自己 拿到足够的分数 那这个就叫做b part的部分 好了 那到我们的c part 那c part呢 我相信同学 应该有一个 叫做 很常给老师叫你去背的了 就叫做dimensionary return 边际部就大阴定律了 那因为去年出了 那今年出的机会 就相对比较少一点 那但是呢 我就可以说回 去年一些小小的故事 给大家听的 那2021呢 就出了dimensionary return 那如果大家应该也有做到pass 其实那条题目呢 就是以前来通常给个表 那根据表 叫你去 我们去写一些数 计算一下 边际的marginal product 叫做边际的产出 那但是呢 去年就不是的 那如果你有留意到 其实去年怎样出 是出了一个 可能是 某个 运送平台的一个司机 那就说 现在呢 他有可能overload的关系 那有些叫做 基建就会开始 太多单了 那令到呢 他的产出就开始下降 那样 其实去年呢 这一条题目呢 九成九个同学都会想到 是在考这个题目的 有背道的定义 但是呢 很多同学仔 OK 就算以为那些比较高分的同学仔呢 其实买了他的份卷 都会发现 其实他答得不好的 原因是什么呢 他没有应用到 例如 fixed factor 就是那个我们的system 那个系统呢 是overload了 那所以 所以他最后只有五分 里面呢 就拿到四分 但是你做的时候 你就很有信心 为什么呢 你当然知道 我背了嘛 定义三分嘛 数学公式两分嘛 但是去年 就因为有这样的情况 很多同学仔 在一条很容易的题目里面 最后拿不足分 最后 为什么我们拿不到五星呢 为什么我们只有五 或者拿不到两个星呢 原因就是呢 我们没有回应到题目 如果我们将这个情景 放在今年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今年 应该就不会相对啦 就出回什么的 那会出什么呢 economic scale 和dis-economic scale 规模经济 规模负经济 你说阿sir出了很多年啦 以前我做partscare也做过 是不是 OK 但留意啦 其实今年如果都是用回同样的情景 可能你是真的要用回题目上的要求 不知道同学仔有没有记过OK 曾经有一年呢 就说说黄山黄太 那分工呢 去教日文和英文啊 和他的邻居一起买菜嘛 其实今年呢 如果我们出回呢 就可能要用回一些 真是 现实世界上的例子 叫你用回那个例子 去写回我们的规模经济 规模负经济的情景啦 所以呢 你现在不可以只要生吞硬背了 是一定要去怎样呢 OK 去了解回题目 进去呢 其实两个多钟呢 其实非常之足够的 他对不会呢 就是正常的 你认真去做呢 你不会出现一件事呢 就是你不够时间做的 但反而呢 就会是写很多 漏漏漏漏的东西 所以我建议 同学仔进去的时候呢 请你记一下 他到底是传统题型啊 还是是我们一些比较相对来说 可能是叫做什么呢 OK 应用点的题型 如果考应用点的题型的 麻烦你了 乖乖地 应用回题目的要求 去写回你记得的东西 行不行 这个就是第三个 我们需要留意的东西 OK 好了 那这里呢 很快速地说了 我们现在譬如这些 这几条题目 那么你另外要留意一下 就是Session A 有些很惨的情况 就是Session A 现在我们有些计数 题目的嘛 好了 计数类呢 其实我们都是只有几样东西提醒你的 那么第一就是Credit Creation 刚才我们SARS说过了 就是我们的存款创造的题目 那么第二 就International Trade 我们的国际贸易的题目 那这里呢 我就不跟你长寫 有些什么要去逐步逐步计了 但是呢 有几样东西真的要在这里 就很仔细地提一提同学仔的 那么有几个Vmark 那这几个Vmark 那这几个Vmark呢 都是我们一些这么多年来的心得来的 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那因为其实每一年都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那我有很多位旧真 那每一年都买他的卷回来 原来有些同学仔呢 就真的说都不听的 你们数学我明白的 读M2我明白的 读M2我明白的 大家是屈肌的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一条式过呢 其实你计算这类型的题目的时候 可不可以一步一步 乖乖地列给一些Marker 去看看你到底在做什么呢 还有可不可以不要写简写的东西呢 其实你有两个半钟是很多的 例如举个例子 你很喜欢这样的 那通常叫你计M0 叫你计MS 是不是ok 接着呢就叫你计个新的M0 是不是ok 接着呢 新的MS 那你们很聪明的 通常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最后叫你问 Change of MS 你们这样的话 那通常这样呢 就是一条式过的 那有个血的教训 那去年有个同学很聪明 是不是先 一条式过 那他很幸运 买他的卷的时候呢 一号marker 是给四分里面的三分 不明白为什么 他所有东西都合适 二号marker 他是给四分over四分他的 那最后呢 就因为有个可能difference 那令到有个marker 就最后有个trialmarker ok 给了个四分over四分他 他很幸运 因此就拿足四分了 那但是也有些同学试过的 就是真的所有东西都列得对了 他拿回份卷来问我 喂 阿sir 为什么我拿不足分的 我最后就答不了他为什么 那所以你进去的时候呢 就麻烦你乖乖地一步一步列出来 例如今年如果真的 我们又出一些比较常计的题目 Open market purchase ok 那就写几个情景给你 Purchase 公开市场 扣入债券 或者他叫做redeem ok 我们叫做熟回债券 其实是同一个意思而已 这个东西会令到我们银行的储备 ok 记住不是银行的存款 是储备 不是现金 是reserve 会增加的 如果今年真的又出多次这个题型 通常就会问你我们的M0 对不对 例如问你我们的新的M0 同学你要知道 其实他就是CP 再加我们的reserve 那你列出来的时候 就麻烦大家 我建议同学 乖乖地 在做这个之前 你写回 哦 新的reserve 可能就是举个例子 500加40 是的 接着呢 你就会计到新的M0 我当你100 再加540 就等于640 再加个单位 unit 这样就会安全一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如果 假设你一条式过 那其实我不知道你那个 40 我当你40 这个就是我们公开市场 扣入的那个数 是放在CP 还是放在R 可能因为这样而导致 你就失去分数了 另外你计完 R 计完M0 计完新的CP 计完新的D 你一步一步列出来 就计回新的MS 最后就给个新的change 给我们 你这样做呢 其实你就会确定到自己 你的分数是完美地拿完 那么宁愿列多几步 还有呢 最后一定要给个单位我们 因为如果你没有单位 整条题目会扣掉分的 那你这些分数呢 就是不值得被人扣的 有些时候呢 我们做得太快 太急 那就会忘记了这一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叫做credit creation 一个小小要留意的东西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写 譬如今年可能 今次会问你一些问题 可能问你的process 存款创造的过程 如果问你过程 那通常只有两种过程 那么第一就是改变RR 第二呢 就刚才说的OMO 通常只有两种而已 那么留意哦 RRR呢 是直接改变 Depositive OMO是改变了R 再改变Depositive 你们写文字的时候呢 你不要只想够背我们的 全本创造过程就算了 你一定要回答一个原因先 哦 原来我们的法定处备比率 OK require reserve ratio 改变 可能令我们会立即出现 我们的excess reserve 或者reserve shortage 跟着再背下去 但是如果open market purchase 就小心留意 是会令到我们的reserve 多了 从而出现excess reserve 你中间如果漏了一两个字呢 我不担保你可以一百percent 拿完这三分 over三分的 所以呢 你回答的每一件事 一定要小心一点 一定要看清题目 不要这样把教科書 或者乌市里面的东西 直接背上去 你一定要记住 第一步 是你们最重要的东西 OK 行不行 好 接着另外 credit creation说完了 那就说trade trade呢小心一点 第一件事 你们很喜欢这样的 我告诉你 每一年我看到都很开心 题目是一个桌子 你很喜欢在题目里计 OK 算完就算了 那去年也有一些事情 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去年如果你有做2021年份卷 其实去年呢 就只有三分而已 就叫你画个range 寫个terms of trade OK 那有些同学直接寫个terms of trade 哇 正的拿了三分 错了 拿到一分而已 为什么呢 一分算oc 另一分算另一个国家oc 第三分是计个range 你直接写个range 那你就一分 你就没有回答 不是啊 有计啊 我在哪里计啊 我就在一个表里计 记住啊 表里计呢 不是在回答题目的 那所以麻烦你乖乖地 你就把你计开的这个桌子 就放回在这些单行纸上面 是的 要么就画 要么就写 OK 那你记住 这些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那但是因为我们平时做part paper 又或者譬如你现在真的网课了很多年 对不对 那些老师呢 可能就没有一步一步捉你 那但是记住了 入到去呢 就麻烦你写在那些 那些线上面 你将你所有计的过程 都要写 那另外如果今年真的问你 OK 我们的per unit gain 每单位的得益 OK 回答一件事先 哪个国家 export import 什么物品 OK 再说一次 哪个国家负责出口 哪个国家负责入口 麻烦你在每一件东西上写清楚 因为今年如果问你 total gain 总得益 那你就要真的乖乖地去计 计算 OK 写哪个国家出口 什么 跟着每一单位赚了什么 最后乘回你的trade volume 才计算完所有东西 行不行 记住这些好东西 这些我全部认识 对 你今天计算可能40分钟 其实我应该计算 你所有东西都要认识 如果不是 就真的会出事 OK 这些就是你可能有机会 因为这样而没有了一颗星的关键位 OK 这个就是计算的题目 那另外 可能Michael 有机会叫你计算 productivity 生产力 又或者计算我们的 平均working hours 那些 相对比较简单的题目 今天这里不跟你多说了 记住所有东西 记得什么 写单位 OK 那接着呢 就去到一些比较偶心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E部 E部呢 其实就是关于一些graphic 的东西 一些图像的东西 那这里讲graphic的第一样东西 可能我就真的和大家讲一讲 关于我们的效率先 好吗 效率 那么efficient的题目 那说真的 我没得帮你提示的 其实 那么有七种题型的 大家应该很不了解 分别就是五个intervention 上限下限配额 津贴 和我们的重量税 就是sealing for 我们的quotage 我们的per unit test 和per disability 那这些呢 就比较叫做我们常见的东西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呢 出这五种直接的东西 同学就会留这样 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 我乱想吧 好了 今年可能就出一个叫做decrease 所以说 就是quotage 那么减少配额 那么一出减少配额 大家应该知道了 减少呢 ok decrease 其实s会是少了的 ok s少了之后 那我们应该推到 p会升 k会跌 那我们就回答Mb和mc distance 就会上升 所以dwl 就会上升 这个大家应该要推 就绝对没问题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呢 你去到写文字的时候呢 我们告诉你 漏什么 ok 第一样东西 直接抄那些人 decrease quota price increase ok 减少配额价格上升 漏什么 sd 不知为什么会漏的 第二 就漏Mbmc ok 那么记住了 考春效率 efficiency 最重要就是看你的边际成本 和边际利益 但是你就不回答 那一不回答 又没有了分数 甚至最后 有些题目问你 我们现在的efficiency 会不会好了 差了 那你要答什么 yes or no 是与否 有些同学又是不回答的 那你又会没有了分数 那么另外呢 图像的解释呢 这里也要小心留意了 那么很快就试试 转滑一点 s等于mc d等于mb 好了 那么有些什么漏 第一 漏这些东西 第二 漏这些东西 不知为什么进去 你把你以前的东西 就全部忘记了 麻烦你写得清楚一点 接着呢 就另外画两条 那么s1 去到s2 那么p1 去到p2 q1 去到q2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dwl 当然到时一定要写一些全写 OK 那么dwl就会增加了 那么不要写简写了 那我就写简写给你而已 但是有些同学生留些什么 这一块 这一块 是不是 这些漏来漏去 不标示 标示得错了 那么通常这些呢 就适当留意的 行不行 OK 所以同学生要记住了 我们踏到efficient时的时候呢 就要适当留意 那么另外 除了这一只之外呢 就可能直接今年问 我们可能问租金管制 Rent control 那其实可能问这些东西 例如又试试作一作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了 我们这些劏房 现在有个租金管制的出现 那么租金管制 其实大家要认识了 其实他考的是什么呢 OK 就是考价格的司令 OK 也就是说我们强行要把价格拉低了 好了 那么 这一只 这一只就比较直接一点 有个excess demand出现了 接着这里就是dwl 好 sir这些很简单 我懂了 但是不知道你们留了些什么 留这一句 中文就叫在Q1 就mb大过mc 英文就是atq1 mb大过mc 当然你写一份全写 但是有些同学 我改十份里面有20份都不写atq1 你说sir 我读mb大过mc 就可以了 有什么问题呢 mb大过mc 其实你只得q1这个位置底下才是 其实有机会 如果你说这一点的话 是mb等于mc 是属于efficiency效率的情景 所以其实这种做法 你写漏了 就会答错了 你进去也会因为这样 而失去了分数 你会发现 其实你达的东西是画得对 但是拿不足分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OK 这里就有五个东西 有点东西提醒大家 另外画图上面 另外还要多提一些东西 例如 b 我们说完的efficiency 说一说ADS ADS很有趣 题目就会问你 long run short run 短期 长期 市场调试机制 麻烦大家 如果你们自己是平时 这个脑子很混乱的同学 就麻烦你乖乖地 别人问什么 你答什么 别人问你个p 你就答个p 别人问你个output产出 就答个output产出 但是我看到有很多奇怪的答案 例如 是这样的 p y 这个应该正常都知道 当然 q是接受的 但是可不可以 寫回y OK 合理一些 这个叫lras sras ad yf 好有趣 真的激死人 第一 ad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srad ad sras 混乱了图 如果像刚才 有些mc都说 有些output gap 那你又不画个gap出来的 那只是答有些东西改变了 另外还有 很喜欢yf 就去回yf 其实你答的不清不错 其实全部都有问题的 所以进去 麻烦你的图像里面 所有东西的标示 标得清楚些 例如 真的出市场调试机制 market mechanism 麻烦你告诉我 哪个是short one 哪个是norm one 我们有没有机会出现了以下这张图 那就告诉我 全部是所估的 OK 那用一些现实世界例子 那话说近年也是 OK 油价呢 全部都是急涨的 油价急涨 那就推到了 srvss就跌了 那如果要推了 第一 你做一个srvss OK 就由srvss1 变2 推过来 那你的p呢 就会是升上去 那你的y呢 就会少了 这个大家应该没问题 是吧 但是呢 你怎么可以令你标示得好些呢 你可以不可以这样做 这个东西 叫做srvss1 等那个marker清楚明白你 单线箭嘴叫srvss1 或者 你给一些1号 1等于srvss1 等那个marker很清楚明白的 好了 接着你知道了现在这个现象之后 你这里会有个divisionary gap 你可不可以标示给那个marker 这个叫做divisionary gap 通缩差距 等别人清楚地看到 你也都要在你的文字上面 表达了 你有个dg在 行不行 好了 那接着之后就怎么样 我们现在有个市场调整 那就是说我们根据一些市场底下 我就回回头了 喏 你第一 见到我用另一颗颜色 同学会称一些222 对不对 那你到时候就怎么样 2号仔会等于lorn1 那我们就等个marker清晰地给你所有分数 明白吗 还有 你见不见到我们y2 OK 去回yf的时候 我将yf等于y3 当然你不写这样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文字上面就会说 我们现在的y 就会去restore 去回我们的full employment 全文集的产生水平 你要告诉别人 那我们就括弧写yf等于y3 容易给个marker看 当然这些东西 其实你所有的教科书也好 老师也好 全部都说过 但是进去 你真的会漏的 所以我会建议同学 考完call之后 麻烦你了 每一张图都画几次 清楚点表达了 另外文字上面 有些时候呢 有很多提示 特别是这几年呢 我明白的 因为忘课的关系 那么考评局 都不想同学 就会全军覆没 那么他会有很多提示 你不乖乖的 看回每一个的资料 每一句的句子 有没有这样的特别字眼 例如举个例子 今年如果出ok at the same time OK 我们的与此同事 暗示着考你两条线的 另外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题目呢 会接受很多经济上的答案 例如我举个很经典的例子给你 那 用回这个 可能是叫做 seri test 中文呢 就叫做 新讽税 如果同学想新讽税 OK 最直接的想法 就是想回我们的dispoto income少了 令到私人消费支出 consumption experience少了 令到AD少了 令到Y少了 是不是 但是呢 其实你也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想 因为交的税多了 有些想法就不一定对 但是叫做什么 躺平 就是怎样 交这么多税 我不做了 是不是 OK 在这儿弃吧 那其实我们就是disincentive effect 那中文就叫什么 我们的抑制效应 是吧 OK 那上面的表达 是清晰的 那其实就已经拿足了分数了 但是同学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经常都会跳step 或者漏东西 记住 你只要一步一步推 我们假设真的出新讽税 这个例子 YD有一分 C有一分 AD有一分 这一只呢 就直接给你三分的题目了 但是中间如果你漏了一两样东西呢 有机会整条题目就得到一分了 那我再说多一个 那可能今年呢 就真的出open market operation 公开试园操作 那你要回答 你要回答了reserve增加 令到money supply增加 令到normal interest rate下降 诶 用另一个符号先 名义力下降 令到投资资上升 令到AD上升 令到我们的Y上升 你这堆东西呢 是缺一不可的 漏一块东西呢 就可能没了一两分的了 那所以同学呢 就必需要呢 去将每一块东西的逻辑 推理思维呢 一步一步寫 可能啦 我们会说啦 这堆东西呢 加上呢 都只得一分那么多 那但是呢 作为大家目标是要得高分一点的话呢 其实不可以适合任何分的嘛 那可能就是这样一分 这样又一分 这样一分 那总共是四分的了 漏了一块东西呢 就得分两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近年啦 我们的ADS 同学一定要懂得留意的东西啦 另外还有多样东西啦 OK 可能有机会 今年又出了一次的gap 出了一次的那个 叫做通证差距 或者通证差距啦 你记得别人问你 哦 差距会不会OK 可能是improved 改善 你如果答了个Y升之后 最后 在你的文章句子里面 一定要回答 那个什么 gap就是improved 改善了 千万不要答完 哦 Y升句号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有五六分的分数 失去了呢 就是这些 我们的脱漏位了 行不行 那暂时呢 我们就叫做 在Session A里面呢 或者Session B的那两条里面呢 就给了一点点提示 A B C D E 那这里呢 就是一些可能是基础一点点 但是呢 其实同学有机会漏东西的 那暂时应该是不是OK 那么 如果这么说很闷 大家就打个一比我 OK 那些同学可以 在那个trapers打个一比我 另外呢 上年有些很悲哀的情况出现了 那么 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上年出了一些trade barriers OK 我们的贸易障碍的题目 那些同学就很在那里哭 就说 阿sir今年会不会再出多几次呢 或者我们的图座什么是有机会出呢 是不是OK 那么大家可以记录下 我们有没有机会出其他东西呢 也有的 贸易障碍 我们的money demand 贸易障碍 货币的需求 老实 这两种图呢 会不会一定出呢 我就回答不了 但是呢 贸易障碍呢 就在2021年出出了 出了个quota 那么大家加demand change 货币需求呢 就从来没出过在DSE OK 那另外呢 我们的努力市场呢 努力市场呢 刚好上年出了 OK 但是呢 我们的F呢 就是exchange rate 那么 汇率呢 不幸地 2021年是没有出的 那么如果今年出了 都说了 efficient是出眼 那么 接着ADS就出眼 那么 另外还有多条 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汇率呢 回答不了 会不会money demand 回答不了 甚至会不会是最传统的 就这样DNS的tool curve 呢 OK 那么这几个图呢 同楼仔都一定要弄一弄 如果不是呢 可能进去就拿手不成绩了 原目以外是Session A呢 就会有一个图 那么Session B呢 就会有两个图 那么 最少都一定有三个图 那么同学就记住了 OK 那么多几次这几个图 OK 那么最后 那么可能同学就会最担心呢 就是那三十分的DRQ 好老实地说 那么我这里呢 就不会帮你去贴题的 那么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贴题是没有意思的 如果假设我真的贴中了 那怎么办呢 OK 那么代表你贴中了一条题目 你就真的会適合呢 其实不一定的 那么我可能乱说了 是不是呢 那我就真的当今年出消费券 是不是呢 就说了 现在消费券呢 就对比派钱 又或者了 消费券 对比我们的Montropology 货费政策 我们呢 两样东西对经济的影响 其实没有意思的 因为我贴了一个题型 那大家就会很兴奋 哇中了 但是题目呢 是不一定一样的 OK 那么我们就会想想 其实DRQ呢 我们这几年呢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要同学留意 第一 我期望同学一定要做到一样东西 就要呢 你要把 source 把资料 你要真的很仔细地去看看 因为其实原来呢 我们很多年的答案呢 我们就在这些资料里面 我们拿2019年做例子 2019年讲贸易战 其实每一个stakeholder 持份者 其实就正正是 OK 我们每一个向导 其实你只要将2019年里面 每一个持份者的东西 写在下面的题目里面 其实你就已经 拿到我们足够的分数了 甚至有些恐怖的东西 就是2021年了 2021年甚至有一个分数就是说 我们只要用到资料上面 我们现在印入劳工 是一些叻的劳工 多过一些 OK 我们的基层劳工 我们的productivity就会上升 其实你真的用资料 抄的资料 写下去呢 你就拿到你的文章里面的三分 其实真的直接抄下去了 但是有些同学就怎样 这条是生产 OK 我认识 将他的东西 将公式背上去 但是同学 资料说明 你把资料抄下去 其实你就拿到C分数了 OK 所以呢 记住第一件事 一定要懂得看资料 资料里面一定会有不同的向导 一定有些什么 支持论点 反对论点 还有呢 会有一个result 给我们 OK 第二件事 资料题里面 有很多提形的嘛 有些呢 就问你的effect影响 有些呢 就问你的stakeholder OK 我们的持份者 甚至 我们今年呢 就出了一条evaluate 叫做评价 那这个分别就是2019 2020 和2021 之间呢 三种drq的提形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 在最后 第一 如果今年呢 出回普通的影响题 那我觉得都应该会很少的了 其实就是叫做什么呢 你就看回每一个资料上面 你有没有相对的持份者 将持份者对于那件事的影响 一件一件分段写出来 记住一定要分段 你不要资料A加资料B加资料C 不要通式上身 OK 你用了那个资料 那个持份者 写完之后 隔一行 就说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OK 由另一个向度 我们再去研究那个影响 不要将那些什么 OK 写一件就算了 写多一点 如果真的有影响 另外 如果问你stakeholder 持份者的 你一定要想回持份者里面 他有什么 那个 就是那个逻辑 怎么回答呢 这些同学很搞笑 我支持A 但是里面的东西就写我反对B 记住 你有些时候 我们不需要写我支持A 反对B 你要想回你那东西中间牵涉的逻辑 用2020的例子 第一 你搭了红帅西税 你要先搭他们的关系 是substative 另外 红帅加价 导致搭少了红帅 因此我们的西税demand会上升 从而total revenue会上升 令到公司会赚得多了 其实你搭完这些东西 你就拿了四分 但是有些同学 搭东西就漏漏漏漏漏漏漏 你没有搭红帅西税 搭完关系 有些人就搭了红帅加价 所以西税 就怎样 就多了人搭 但你没有搭demand 有些人就搭了demand 搭了所有东西 没有搭过revenue 那你这些呢 就叫漏漏漏了 如果今年真的问你持份者相关的题目 麻烦同学 乖乖地 不要写得多 反而要写得什么 写得正 你要将你本身其他long question 的东西 一步一步乖乖地去用逻辑思维 写回去 我明白的 有些同学用背的方式 那你就唯有将你背到的东西 就塞回去 盡量不要留中间的linkage和关系 而最后也要看一看 考试报告也说明的 ervaluation 评教题 今年我个人觉得 今年出的机会就最大了 其实原因就是什么呢 评教题就是我们考评屋最想考大家 因为其实有两个政策给你 你就要讲哪个政策会好些 但是同学有几个要留意 如果今年又考你 OK A向道 B向道 C向道 其实最直接就是怎么做呢 你就是A向道 proposal 1 ... proposal 2... 在基于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A是一比二 这东西叫做一段 好了 接着B那东西 proposal 1... proposal 2... 我认为二比一 这东西就叫做 评价 evaluation 相对的东西 但是去年 很多同学 其实没有做到evaluation 如果你又买一本pass 所以回来看 别人考评局 就用了黑色的粗体 放大了一只字 我说明叫你平 你又不平 OK 所以就不要只是比较 不要只是写两样东西的影响 写完影响 每一个向道 跟我要做一个stand point 写一好点 还是二好点 记住 不是三个向道 全体给我 是将每一个向道 都会有机会有不同的结果 我举个好单单例子 今年我就乱说 可能现在就是疫情下 OK 可能第一个议题 就会决定跟公司 给一些资助 给一些sub 第二个向道 就会去市民 派现金 A的向道 最简单的 output 好吗 产出水平 如果我们用一号 你会推 一的话 就会因为SRS增加 所以Y增加 如果二 就会令到YD上升 令到C上升 令到AD上升 令到Y增加 对 对 OK 你会推到这些东西 但是你说SRS 那怎么比较 如果两个东西都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要讲讲 里面有没有什么坏处 哦 原来呢 如果我们跟市民派钱呢 有机会市民呢 就会有些saving 有些存钱的 saving多了的话 反而C就会少了 令到AD就会少了 所以呢 我们这样比较 用产出水平来说 一就好过二了 你在最后写一句 给回个理论 给回个结论 原来一呢 在这个情况下 会好过二的 但是有机会有 第二个情景 就是有机会 二是好过一的 为什么呢 那你就要写 可能在B的向度 在C的向度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今年 如果真的出回你评价题 那同学 一定要小心一点 还有做DRQ 我明白的 一下就十几分的 整个题目三十分的 你会全面的 大家记住 最后的中谷就是什么呢 你全面还全面 你麻烦留一点时间 去看看你前面的 Session A 和Session B 有没有漏东西 什么有没有漏东西 有说回那几样东西 漏单位 漏回应题目 甚至漏程度 漏标记 OK 还有 一些东西 你写去算草纸 你有没有写回到份卷上 另外你的标记 你不要写减写了 你人生最后一次 对于可能99.9%的同学 在大学不选经济的话 你的debtway loss 是你人生最后一次画的debtway loss 记住 不要写DW 写debtway loss 减损失 效率损失 另外 你有没有加回箭嘴给我们 如果今年又是问你 consumer tax burden 我们的消费者的税项负担 你有没有写它更大 更小 记住 每一件东西都要仔细地写下去 两个半钟头很足够 千万不要早走 OK 行不行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提醒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 不用提 有机会很差 写完s 最后有两分 是问你其他东西 不要答完s 你人生完结 丢下一支笔 记得看看有没有答漏东西 每一件东西很清晰地 你给我们看回你自己的每一件 行不行 再提醒多一件事 就是你会发现 近年的浪规 其实不是叫深了 但是应用层面多了 例如2020没有出了 extreme case 极端例子的税项 同学其实答得很差 但是其实进去 如果真的出现这些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 第一 你看回近五年的MC 原来我们在18年和19年 也有出到极端例子的MC 的税项 他就在2020出了浪规 上年出得很难 那条配额加demand change 原来就是在19还是20 是出过的 OK?行不行? 这些都要小心留意 OK? 有没有特别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同学这些可以帮到你 OK? 拜拜 好 好 那就 多谢钟长和翁长 他这么充实 这么精彩的分享 那 因为今天就没有Q&A time 如果同学对于刚刚的讲座 有什么疑问 都欢迎你们 email回给我们 那我们就再会就着问题 收集一下 再问一下 钟长和翁长 那今天呢 也 多谢梁瓦长长 另外就要跟DSC的学生说加油 明天就是考第一课了 那今天透足精神 那另外这一条影片呢 就会再放上我们的 student.hk 和youtube 那就想重溫 那在之后 可能下个星期 就会再看到这条影片 那这样就 好 再次多谢梁瓦长 都多谢 各位出席的学生 好 那今天的讲座就完结了 拜拜